2011秋天最深的激动 记得我们有约 大选倒数59天 国民党不分出的名单终于出炉了 在34位的人选当中 新人占了一半 有人说这个清新的名单还果然很新 只有7位现任的立委入榜 而其中呢包括了一些这个学者 包括了一些这个会计师 还包括了诗人 杨志良也说看得出来国民党 试想改革 国民党不分居立委名单终于出炉 扬言名单人选肯定很清新 排序第三十是 邱树兰女士 本身也是会计师 三十一的是 本名叫张朝立 比名叫张策 是一个农权农运的诗人 老师学者会计师就连诗人也都有一席 新人太多 后头还得靠电脑一幕背景说明 前五名当中 儿福联盟执行长王玉敏仅次于王金平 另外还有罕见疾病患者 以及环保署副署长 六到十名当中 除了有劳资学者吴玉仁 财经学者李贵敏 还有前陆军总司令陈正香 医学博士苏清权 台湾戏曲学院的教务长也都入榜 杨志良则是落在安全名单之外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会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所以我表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个改革 社会大众对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有相当高的期待 我们不敢说这是一个100分的名单 但是我们非常的用心 34个人当中只有7位是现任立委 蓝军仕途想要靠着不分区名单 拉抬选战气势 发表记者会上马半要脚 全程叮吵 这个名单跟马吴竞选总部有什么关系 马吴竞选总部实际上负责的 不只是总统大选 那我们也同时协调 那么来协助 就是全国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面对呛吶问仔细说分明 双英苦战民调无法拉开距离 要靠不分区形象牌 冲冲士气 这次转环一群台北裁缝部到